那边是普吉大佛 从我这个站的位置 肉一样可以看到 大概有个两三公里吧 如果到山上的话 反正大概骑摩托车的话 得用20分钟 然后这有一个查龙寺 应该是当地普吉岛 最有名的一个寺庙 看看这边 今天天还挺热 天气不错 反正也适应 每天都是30 23度左右吧 28度到30 23度左右 因此在普吉岛这块 反正我还可以 还能适应 今天出来转一转 溜一溜 看这我那个小巷 这应该是一笔一的 之前那个看过 那个人工饲养的那种 训养的 饲养的那种 假禽类了 今天来这个查龙寺 看一看 正好天气比较 比较轻啊 但这泰国的天气 我感觉 比12月份 还凉一点 还舒服一点 12月份反而倒特别热 这个查龙寺是 普吉 整个普吉岛吧 应该是最大的 那个佛教寺庙 当然肯定没有 那个曼谷那些寺庙 那么 绚丽多目啊 毕竟曼谷是熟动 看看这两遍 这种寺庙在 曼谷是非常常见的 但是在普吉岛 还是比较 比较少见的 好棒棒 小石室 这是一个凉瓶 凉亭 挺有的 这档地 档地特色 这有一个 就算是 鼓楼吧 重鼓楼 上面有 重和鼓 三层 第二层 第三层是 重 然后这层呢 是鼓 现在我先看看 这个应该是大殿了 能看到很多的人 在里面 那个 一会儿过一看 大石像 有人在里面 那个 都在拜佛呢 还挺响 这是一个放炮的 跟响炉一样 炮炉 应该也有一些游客 还有外国人 这是大电影 是里面人吹肚 不近 你看 上吧 惨败点 外围 惨败点 在外面惨败 环境还挺好 这有一座高塔 从外面就看见了 山沟高 高塔也能进去 也能进入惨败 这有230米啊 看这个意思 在周围看一看 查隆寺 这座外面还挺热 但是在这待这么久了 感觉也适应 看看这高塔 这座外面还挺有特色的 那我先走一走 走的环境 四处转一转 这个差不多 就是这一块吧 这后边就不是 大概就是 大概就是 现在化圆看吧 回去了 回去了 这个 这也挺好 是 荷花有点事 里面有荷花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强的就是这个高塔 这个普吉岛上的查龙寺 反正今天天气也不错 一会儿再去其他地方再看一看 就拍到这儿 一会儿再去其他地方再看一看 一会儿再看一会儿再看一会儿 一会儿再看一会儿